关注大马掌握国际 欢迎收看RTM华语新闻 您好我是陈辉锦 来关注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 首相安那重申 我国一贯欢迎与中国开展战略合作的立场 尤其是高质量技术 数字经济等等领域的投资合作 为了提升本地企业的竞争力 并吸引优质的外资 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通过第十二大马计划下 推出国内投资加速基金 以及外资加速基金 英国计划颁布历史性法案 逐步禁止销售烟草产品 并扩大户外的禁烟范围 孕育无烟新一带 首相达特殊安那重申 大马一贯欢迎与中国开展战略合作的立场 尤其是高质量技术 数字经济 教育和高技能领域的投资合作 他指出 大马也希望加强两国的贸易关系 尤其是清真产品和农产品方面 与中国互相交流 专业知识以及研发等等的分享 首相安那从4号至7号 对中国开展为期4天的工作访问 并应中国总理李强的邀请 出席在上海举行的第7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同时发表演讲 两国领导人借此机会 加强并巩固马中建交50周年的友好关系 与此同时 首相安那指出 中国企业对于在大马投资的兴趣有所增加 这是个非常积极的发展 他星期三与中国企业召开商务会议之后 向媒体这么表示 首相安那说 他和随行部长与中国企业的会面上 专注于投资课题 为了提升本地企业的竞争力 以及吸引优质的外国投资 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部长通过第十二大马计划下 推出了国内投资加速基金DIAF 以及外资加速基金FIAF 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刘振东表示 国内投资加速基金 旨在帮助本地中小企业环境 社会和治理的认证 至于外资加速基金将以利息的形式提供津贴 以实现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设定的高附加值产业目标 他表示 通过贸工部和大马投资发展局推出的 国内投资加速基金和外资加速基金 是国内投资策略基金和高效基金的延续 而这符合团结政府昌明经济框架 和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的政策 刘振东星期三在国会下议院回答 巴扬巴鲁国会议员沈志勤的提问时如是提出 另外 玄机政府如何确保我国在2030年前 挤进全球新创生态系统指数排名前20时 刘振东说 通过gear up计划 关联投资公司和关联公司准备在未来五年内 向本地生态系统投资1200亿令吉 去年 政府推出慈敏菜单商家特别折扣卡 让商家享有40%的采购时评优惠 如今 各业者可以在全国举行的慈敏促销会上 购买基本食材 卡扬绘 去年一月,政府推出五令吉此民菜单获得积极回想 截至去年年尾,共有2849家登记加入此民菜单计划 为了协助业者减轻成本,政府推出特别折扣卡 让业者享有折扣优惠,包括鸡肉和洋葱等等的基本食材 任何参与此民菜单商家可以凭卡到指定的六家连锁霸吉市场购买日常生活品 包括麦丁、AOMB、宜康省、莲花超市、NSK以及巨人霸市 大马竞争委员会已经完成有关稻米及白米垄断活动的严重报告 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副部长夫家指出 在正式报告发表之前,该部无法公开任何详情 福家市在国会下议院回答有关提议 该部将稻米购买价格上限,调高至每公吨1300令吉时 这么表示 他说,该研究报告包括控制种资的供应和进口种资的任何公司 可能滥用了市场的主导地位 因此,如果供应链中出现了卡特尔或垄断活动 大马竞争委员会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福家解采,卡特尔指的是几家公司联手操控价格 如涉及动物饲料和供应链 如果业者合谋将导致食品的价格上涨 而垄断指的是一家公司滥用其市场的主导地位 设定不同条件从中获利 针对法律专业资格鉴定局长达17年没有进行稽查 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的首相署副部长 Kulas Garen指出 该部已经就此采取行动 至于当局截至目前都没有缴付税务仪式 他表示将寻求该局的解释 我设计划法律专专专专专专业 据了解 内陆税收局并没有向法律专业资格鉴定局征税 因此法律及体制改革部将寻求涉及单位展开讨论 截至今年9月30日 法律专业资格鉴定局从法律职业证书考试当中 收取超过420万令吉的费用 包括14万8千令吉的申请费 312万令吉的新生注册费和考试费等等 大马监狱局指出 居家福新法案旨在加强社区的康复计划 而社区康复计划或其他新的替代刑罚 也可以缓解监狱的拥挤问题 降低当前高监禁率并为政府节省成本 大马监狱局发文告表示 当局已经加强并拓展了多项举措 以减少监狱机构的拥挤程度 该局指出 我国监狱收监人数已经超过实际容量 目前在押犯人为74146人 而截至2024年11月5号的监狱总容量 为87419人 也就是超出了11.24% 其中监狱内在押犯人为82482人 或94.35% 而在社区内康复的人数为4937人 或5.65% 文告也说 目前的监禁率为每10万人当中有245人 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每10万人有145人 并形容 这个高比例已经影响了国家 在全球安全与公共福祉方面的形象 因此 该局全力支持替代刑罚的建议 并建立了居家服刑法案 此法案由首相兼财政部部长 达德旭·安诺 提成2025年预算案时提出 踏入东北季后风将引发豪雨 并提高了水灾发生的几率 对此 马拉工艺大学工程研究学院 高级讲师 Suzanna博士建议 位于水灾高风险地区的居民 可以准备防洪低套件或水灾的应急包 以便水灾发生时 可以减少所造成的财物损失 必须存在每个家 必须可以做自己 使用各种材料 苏珊娜博士是在出席广播大厦媒体城 《早安马来西亚》的节目之后这么指出 她希望房屋及地方政府部 定期检查排水设施以及河流 避免水位上升而引发洪水 航空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欢迎回来 继续来关注新闻 为了改善本地旅游体验 旅游艺术级文化部部长WC张茜茜 促请承包商在三个月内完成刮拉玻璃市码头的提升工程 部长表示 如果问题无法解决 当局部排除考虑委任新公司执行提升工程 张茜茜指出 有关举措旨在解决渡轮搁浅 渡轮运营受阻及码头输郡等问题 他强调 有关问题不可被忽视 因为渡轮码头是通往佛罗交椅的通道之一 此外 不少游客和运营商 曾多次投诉佛罗交椅的渡轮服务欠佳 为此 当局需要确保安检的标准座位程序与机场相同 以保障游客的行礼和后续安排 从而提供最佳的旅游体验 部长也呼吁各单位携手合作 共同推动佛罗交椅旅游业的复苏 为了避免频频发生的水工问题 击打达鲁阿曼水务公司 近期使用最新科技产品漏水探测器 以检测隐藏位置的水管泄漏 根据打达鲁阿曼水务公司指出 这是替代手动工具的最新方案 该漏水探测器能够通过信号和频率传输 来检测隐藏位置的管道泄漏 减少无效益水 并向用户提供充足的水工 在现代化农业和畜牧业的推动之下 乡村社区积极响应 昌明社区繁荣计划 来自霹雳州普地甘榜匾当的 乡村发展与安全委员会 在淡水与养殖项目当中 采用生物续团技术系统得到良好回响 新技术不但能够提高产量 也吸引不少年轻人投身水产和农业领域 在淡水鱼养殖项目中 该委员会共建造了八个养殖池 每个池可容纳两千尾红鸟鱼和非洲籍鱼 单池年产量可达五百公斤 市值约四千至五千令吉 Bila kita hawa sikat kolam lima semua lapan-lapan kolam ni kosong kita akan dapat yang amaran so bila kita dapat duit kita akan ambil duit tu dulu kita akan buat asing dulu untuk beli benih balik beli benih untuk pembayaran api air dan juga pemakanan so kita akan asing dengan duit tu dulu so yang duit balance tadi ni contoh ada balance RM10,000 kita akan pilih lah keluarga-keluarga yang mana mampu untuk hawa sekali ni hawa sekali yang akan datang kita bawa pula untuk keluarga lain pula contoh satu rumah tu kita budget dia mengestimate bayi pulih RM5,000 so kita dapat dua rumah 此外 以保双溪先林的 乡村发展及安全委員会 采用无人机 为六百英亩稻田 施肥和喷药之后 让農户工作效率 显著提升 从原本的九十分钟 缩短至十五分钟 首相 Dr.C. Anwar 在宣布 2025年 财政预算案时 也特别提及 这项举措 sebelum ni drone persendirian ataupun kita ataupun yang mengambil upah secara manual lah ataupun pakai tenaga manusia ni diorang ambil RM30 per ekor jadi kita drone community ataupun drone sejati Madani ni kita hanya mengambil RM25 per ekor jadi kita dapat kurangkan sebanyak RM5 per ekor lah RM50 per ekor RM50 per ekor RM50 per ekor 国家团结部建议 将日常交流的 口语以及方言 纳入高等教育机构 语言研究大纲的一部分 部长达特 Aaron Agudagan 表示 这项建议 可以通过 与高等教育部的 合作而促成 这项建议 这项建议 当我们已经 拥有关 的关注 这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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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 这项建议 这项建议 最后的项建议 做成功的 建议 成功的 一项建议 中的 中的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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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项建议 如果我们看 各种 一些 各种 各种 意味 不同 各种 学习 不一样 所谓的 很重要 部长是为 全国 口语大会 主持开幕 离之后 向媒体发表 这番 韩话 同时 该大会 也倡议 应该鼓励 使用口语的 教育项目 帮助学生 更多的 欣赏 语言 遗产 布里士州教育局主任Ross Aza表示 当局严正看待校园霸凌案件 并依据教育部制定的管理指南来处理此类案件 他强调当局认真对待每一项有关霸凌的投报 同时也积极采取预防措施 避免此类事件在校园一再发生 他指出截至目前该局接获六宗有关校园霸凌案件的投报 Ross Aza是出席由该局资讯科技教育部举办的 通过教育预防校园霸凌的省觉座谈会上发表这番谈话 换个焦点 大马反通物委员会星期三 在传照本地服装的电商平台两名创办人录取口供 协助调查欺诈和滥权指控 该电商平台两名创始人属夫妻关系 两人是在6号下午1点抵达部城反弹会总部继续录取口供 以协助调查一宗 在2009年大马反弹会法令第18条文下被调查的案件 据了解 反弹会在前一天下午2点30分 就传召这对夫妻在同一个地点录取口供 直到当天晚上10点才暂停录贡程序 并获准两人返家休息 此前首相兼财政部部长拿多斯里安华 通过国会书面答复透露 国库控股与国民投资机构于2023年 将持有的Fashion Valley股份 以310万令吉授予一家土著企业 掀起了社会大众的关注与忧虑 国库控股与国民投资机构 在2018年分别投资了2700万令吉 与2000万令吉购入有关股份 旨在推动土著企业发展 如今以310万令吉出售股份 亏损达4390万令吉 纳敏移民局于星期二下午逮捕18名非法外劳 以及19名雇主 截至今年11月 当局已经逮捕106名非法外劳 纳敏移民局主任Raymond强调 该局将不会向非法外劳作出妥协 并持续展开此类的取缔行动 Raymond指出 该局援引1959或1963年移民法令 1966年护照法令 及1963年移民条例 逮捕这18名非法外劳 同时 当局也援引1959、1963年移民法令 也就是155法令 扣查这19名雇主 他提醒雇主应当遵守雇员法律 雇主只能够聘用 持有合法工作准障的外籍员工 如果雇主违法 就会遭当局兑付 另外 截至今年11月5号 纳敏移民局已经逮捕106名非法外劳 想在新闻电视台找到属于您的角色 成为我们的一员吗 RTM新闻中文组正在为新闻及时事节目 招聘记者与编辑 只要您拥有大专学历 精通三语 并且关注国内外时事 其对新闻业充满热忱 符合资格及有兴趣者 欢迎将您的履历通过电邮方式 发送至 BTV Mandarin at rtm.glv.my 我们等待您的加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来关注国际消息 今年1月1号至11月3号 泰国接待了超过2900万的外国游客 创造了超过1万亿泰铢的收入 根据泰国旅游与体育部统计 中国游客已超过575万人次位居榜首 其次是马来西亚418万人次 印度172万人次 韩国153万人次 以及俄罗斯130万人次 在欧洲市场方面 尤其是在旺季的推动下 预计下个星期开始 来自欧洲国家到访泰国的人数将继续增加 泰国政府的推迟 更便捷的旅行措施 包括在陆地边境检查站 免除移民卡 以及鼓励航空公司增加航班频率 也是促进该国旅游业的主要因素 泰国今年的目标是至少4000万外国游客 与2019年大流行前的水平相当 日本研究员建造的世界首颗木制卫星5号发射成空 初步测试木材是否可用于探索月球和火星的任务当中 这颗木制人造卫星Lignoset 由日本京都大学和建筑公司驻友林业共同开发 它将飞往国际太空站 然后被释放到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轨道上 制作这颗卫星的木材取自日本一种预览树 制作过程采用日本的传统技法 完全不用螺丝钉和粘合技 这次飞行任务是探索木材 这个可再生材料在太空的实用潜力 研究人员制定了在月球和火星种植树木 并用木材建造房屋的50年计划 为此团队决定打造木制人造卫星 证明木材是适用于太空的材料 研究团队也指出 由于太空没有水分或氧气 因此木材会比在地球上更耐用 而且木制人造卫星结束任务之后 重返大气层也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 英国计划颁布历史性法案 逐步禁止销售烟草产品 同时扩大户外的纪念范围 孕育无烟新一带 英国政府5号向国会提交 烟草和电子烟法案将禁止在儿童游乐场内 学校和医院外吸烟 电子烟广告和赞助也将被禁止 从今年起 15岁以下儿童不可以购买烟草产品 电子烟的口味和包装则会受到限制 以降低其对年轻人的吸引力 从明年6月起 英国政府将另外通过立法 禁受一次性电子烟 英国卫生部长斯特里廷发布声明表示 如果不采取行动帮助人民保持健康 社会上日益严重的健康问题 将使国民的医疗服务体系难以附和 甚至崩溃 前首相苏纳克在任内提出禁烟计划 准备将购买香烟的法定年龄 每年提高一岁 最终实现全面禁烟 不过随着苏纳克领导的保守党 在7月国会选举中落败 这个计划被搁置了 工党政府上台之后 新任首相斯塔莫 选择重新推动禁烟计划 好的 以上是这一节新闻的所有内容 我是陈辉锦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